那么大家好 我是宋明 虽然我们这个频道开播不到一年 但是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宋明讲心理这个频道的支持 你们可以看到到我们目前的订阅 已经快达到30万的订阅了 我是一个心理学的老师 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都来学一学心理学 那么现在我们在整个全球的学员 已经差不多快有10万人 他们参与了学习 而且通过他们的反馈 我也看到了很多同学 已经慢慢地找回了 自己内在的这么一个心理健康 包括内在的人格完整 所以我也强烈建议大家 不要再自我摸索 自我摸索就是一个很强的内耗 所以我们也开通了我们的会员频道 我们把这些好的课程 也搬到了YouTube 那么每一周我们都会定期地 更新一些心理学的课程 让所有的同学 你们足不出户就能学 大家可以看看会员的这个链接 都是我亲自来录制 而且你们可以不断地回看 那么这些课程 我们也没有在其他任何平台公布过 只会留给我们频道的会员 那么目前我们已经设立了 五个会员的福利 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地给大家来说明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一般会员 第一个福利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影片 都会先发布给会员 一段时间过后才会酌情公开 所以所有的会员 你们是可以优先观看我们发布的新视频 第二个福利 就是大家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会优先回复我们的会员同学 所以对于影片的内容或者自己的一些困扰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那么第三个福利 我们也会不定期地进行一些会员的专享直播 那我们直播回放的影片 有时候也会只会对我们的会员开发 那么第四个福利 就是会员的专享影片 那么我们也会定期地发布一些自己心理学的一些讲座 还有包括做个案的一些案例来给大家学习 从别人的故事里边学会做更好的自己 那包括可能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Vlog 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爱好 也会拍成影片分享给我们会员频道的同学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一般会员的四大福利 欢迎大家的加入 那么接着我再来说一说我们的高级会员的福利 高级会员除了享有一般会员的四大福利以外 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五天特训营 这么一个创伤疗愈的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就是和你的原生家庭 你的养育关系 你的创伤事件 包括你的心智模式 你的心理健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且这五天的疗愈是一种体验是沉浸式 至今已经差不多快有十万人经历过这么一个疗愈 慢慢地都找回了自己内在的心理健康 内在的人格完整和自己塌陷的核心原型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是把这个五天特训营 搬到了我们的油管高级会员 让所有同学都足不出户 能够拿到这把学习心理学大门的钥匙 那么接下来我简单说一说 五天特训营这五天的课程介绍 第一天就是告诉大家 如何去修复自己的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 那么重点是解决和自己和他人和世界的这三段关系 了解我们人生要经历的四个家庭 原生家庭 养育家庭 派生家庭 核心家庭 这些东西我可能在直播间讲不完 所以放到了特训营的第一天 那么在第二天会带着大家去觉察我们的心智模式 那么通过觉察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觉察你的认知 很多时候我们的苦都是来源于认知 就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才让你苦 第二个是觉察我们的情绪 因为每一个情绪的背后 都有一个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第三个 觉察你的创伤 成为一个价值的发现者 那么这是第二天 第三天教给大家如何走出失恋 走出这种情感上的一些困扰 走出一些人生的逆境 去缓解情感上对我们的一些伤害 第四天 升级家长在育儿背后的八个非常重要的认知模型 专门就是针对双向情感障碍的原因 指令创伤 这个东西我们进行了非常具体的分析 那么在第五天主要是解决夫妻关系 当中的指责 抱怨 愤怒 贬损 和冷暴力 如果说你的老公已经对你有这种冷暴力 或者是你的伴侣经常会用这种贬损 那我告诉你 你如果能够接得住 这个东西它就会消失掉 所以 第五天是专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就是我们高级会员频道的课程 如果你被原生家庭和创伤所困扰的话 如果你是对心理学刚刚觉得有兴趣的话 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的高级会员的课程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钻石会员 那么我们钻石VIP的会员除了能够获得一般会员的四大福利 还有高级会员五天创伤疗愈的特训营以外 我们还会持续更新更多更新的心理学的系统合成 那么首先就是三十节 五百分钟五大系统解决精神内耗 那么这五大系统课已经更新完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有高敏感的系统课 如何解决你的高敏 23个问题让你知道你到底有多敏感 高敏感的气质特点是什么 高敏感的这种内耗怎么去解决 如何把高敏感变成我们的天赋 那么这个在我们的高敏感的系统课里边 那么第二个系统 自信力和安全感的培养系统 这个是针对没有自信 特别容易自卑的同学 解决不了这种自我否定 盲目相信别人评价 习惯维持现状对比他人自卑 看人脸色 烦恼一些无法改变的事 那么这套课程里边还有四种思维 来帮助你去戒掉你骨子里边的自卑感 让你能获得一个稳定的自尊 那么接着是第三个系统 讨好型人格的修复系统 很多时候你看人他都会讨好 为什么会讨好呢 第一个就是因为你原生家庭的 这种高压的养育关系 第二个就是你碰到了一个偏执的权威 当你在生活里面碰到这两种情况的时候 要么你会变成一个偏执的人 要么你就会变成一个讨好的人 那你知道讨好这个东西它是传承的 如果你是讨好你的孩子 很有可能将后来也是讨好 所以在这套系统课里边 我们会从老好人的家庭社会个人 三大原因来分析 这种软弱型的人格 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说在这套系统课里边 对吧 我会掰开了 揉碎了 把解决方案也会给到大家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三大系统 第四大系统 情绪系统 很多人都在不断地去学习管理情绪 但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管理情绪 只是让身边的人更满意 或者表现出来自己更有涵扬 但我告诉你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发现这些情绪没有消失 情绪越管理越失控 因为它会攻击自己 让自己变得很暴躁 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情绪往往有两个知识点 没有不好的情绪 只有用错的地方 第二 负面情绪有它正面的价值 对吧 大家对自己的情绪 不知道怎么去觉察 不知道怎么去运用的话 学一学我们这个情绪的课程 那么最后一个五大系统 的是睡眠改善系统 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 有没有睡不好觉的同学 那么这个系统 其实就是为你夺身定做的 从你的体温控制 逃离你的这个进睡时间 非REM睡眠单调法则 我还会告诉你 影响你睡眠的六大因素 那么课程里面 还有提高睡眠质量的五个方法 我会一个一个的教给大家 尽快的睡好觉 除了五大系统课以外 我们的钻石VIP会员 还会独享压力情绪的养成课 如果你不会释放自己的情绪和压力 那么这套21节课一定会帮到大家 那么接下来 还有一套备受好评的课程 也在我们的钻石会员的VIP里面 就是超级专注力 我不知道有没有 集中不了自己注意力的同学 每天忙忙碌碌 感觉自己好像啥都没做 这几个就是你的专注力出了问题 那么在这套课程里边 我们会有很多的钥匙 帮到大家找到内耗的根源 从根源上减轻它的出现 比如说你创造什么环境去生活 去学习 用什么知识来工作 如何去安排饮食 养成好的习惯 做什么运动 如何的快速做出抉择 你要知道你做的每一个抉择 都是在消耗你的心理资源 只要资源不足 人就会内耗 所以我为什么会说专注力 VIP它是一个解决内耗 很好的解药 那么也随着我们这21级的压力课程 和20级专注力的课程更新 马上就要结束了 可能还有一两级 我们就更新结束了 那么这两套课程 从2025年的春节后 2月开始 将会升级到我们专业学员的课程里边 有沟通 有决策 有专注力 有压力 那么目前 你钻石会员的价格 你还可以继续观看这两套 所以我想大家把握住 这么一个优惠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钻石会员 除了这五大系统课 和这个专注力 还有我们的压力课以外 我们还会有三套课程送给大家 第一个 金钱心理学的课程 很多同学老是以为 对吧 我们把心态调整好了 其他东西你都会不沾身 但其实我要跟你们说 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一定要拿到一个东西叫权力 而最能够证明权力的一个媒介 就是财富 我问大家 你们想不想挣钱 想不想钱越多越好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 我当然想 谁不需要钱 谁不希望自己的钱多 但是你试一试对自己说一句话 我拥有一千万 你想不相信 马上有个声音在你耳朵边说 你可能吗 你配吗 所以你看钱越多越好 明意识的想法 你的潜意识不一定怎么想 我们每个人对财富都充满了渴望 但是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和财富的关系并不好 所以你们记住一句话 理财先理心 先要去觉察你潜意识深处 你对金钱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念 是哪些错误的信念 阻碍了你拥有更多的金钱 那么这个课就会带大家进入一个潜意识的深处 让我们去面对和处理 一个和我们人生幸福特别重要的 关于金钱的这么一个信念 那么还有两套课 一套课是读心术的课程 还有一套课是控心术的课程 我相信认识我的同学在节目当中也看过 对吧 我的一些微表情和影响力心理学的表演 包括前不久 在香港TVB播的我的节目叫 读心专家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吧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是专门 把微表情识人的课程 放到了钻石会员的课程里边 来帮助各位去掌握 如何从微表情为反应 去真正的读懂人心和影响人心 我相信对于你们来说 无论是恋爱还是工作当中 都能发挥极大的优势 去知道对方的所想 看清对方的底牌 所以喜欢读心和影响力 心理学的同学 大家不要错过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有 钻石会员的课程 接着就是我们对 高阶心理学爱好者的专业课程了 首先就是家庭关系课程 那么加入家庭关系课程的会员 是包含了所有钻石会员 和高级会员的福利课程的 那么我们也是把家庭专业会员的课程 分成了两个板块 第一个是亲密关系 两性的课程 那么第二个是育儿课程 挽救和孩子关系的课程 首先我来说一说 亲密关系的课程 我们把它叫做亲密关系的幸福密码 因为在家庭里边 其实位居第一位的 不是亲子关系 而是夫妻关系 所以你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不是玩具 不是手机 不是说送他去好的学校 而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夫妻关系 和谐的夫妻关系 才能够孕育出一个人格健全的孩子 好的家庭关系 我跟大家说 夫妻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他们是彼此平等的 是互相欣赏 彼此能够支撑对方的 丈夫欣赏妻子 妻子也欣赏丈夫 而孩子的位置是什么 孩子他就是屋檐下的一个人 他其实是一个旁观者 那这个孩子 在这么小的年龄 就已经开始接受到 这种耳濡目染了 原来这就是男女之间 夫妻之间相处的方式 这就是相爱 这样才叫举案其美 那当孩子用他观察的视角 获得这么一种体验 是教育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爱才会在一个家庭里边 形成一种正向的流传 我跟你们说 在我们东方的 这种文化氛围里边 非常缺乏良好的 正面的公开的 关于婚姻关系的教育 正因为此 我们推出了这套课程 亲密关系的幸福密码 有很多的真实案例 包括有很多的 冲突的应对方式 多视角的 解决夫妻的亲密关系 包括怎么去转换 一个回避性人格 给你的孩子 做一个良好的榜样 目前我们已经推出了 十七节课程 那么加入后 马上就可以观看了 那么接着 就是我们家庭关系当中的 主打课程 也是我们刚刚 上架的课程 如何挽救和孩子的关系 那么孩子跟自己的父母 没办法太亲近 有一些跟自己的父亲 也没办法太亲近 我刚刚也说过 这个叫做情感护士 这类孩子小时候 都会有一些特征 听话 懂事 乖巧 这就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因为当他面对父母的权威 他会歇斯底里 老实崩溃 那孩子必须要粉碎自己 他要共情对方 他要理解对方 但是这个时候 孩子长大以后 就会彻底的爆发 他们都有一个东西 叫做未完成事件 他会变得情绪化 发脾气 逃避父母 逃避关系 对吧 包括这种续情的障碍 他没有意识到 这种关系里面 发生的所有东西 都是在消化他前期 没有消化掉的库存 因为这些东西 都在你的潜意识里边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 他长大以后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经常会稀里糊涂的过日子 对工作没有任何的感觉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但这种人 一旦他醒过来了 他的成长速度 就会非常的惊人 所以我希望各位家长 一定听一听 我们这个挽救亲子关系 因为这个课 说实话很难讲 它是专门针对和孩子的关系 包括照顾孩子的成长 人格完整的课程 无论是你孩子不爱学习也好 沉迷游戏也好 或者是已经抑郁了 已经焦虑了 甚至已经厌学躺平了 包括你的孩子 或者已经成年了 但是跟家里人的关系很疏远 不愿意上班 厌世和父母 没有任何的沟通 你都可以来学 我会手把手地教你 在课题关系当中的一些技巧 真正地让你学到 做到能落地 所以欢迎大家来听一听 因为我知道 这是我们家长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就说咱们要学 我要成长 我要精进 你需要把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 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 因为教育孩子 它不是一个百米赛跑 它一定是一个马拉松 成长是没有结束的 你要知道亲子关系的这么一个训练 对孩子 对家庭 对个人的成长 都是有巨大的负能的 你说教育孩子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重不重要 我告诉大家非常重要 因为人生的每一个围都不一样 你要知道一个孩子 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佛学里边说 他是经历了很多的轮回 他才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当然在心理学里边 没有这个知识点 那所以在未来的人生当中 你要留意 我们跟世界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送给大家三句话 第一句话 少年被人尊重啊 是因为父母很优秀 那么第二句话是 中年被人尊重 那是因为事业有成 第三句 晚年被人尊重 是因为孩子很优秀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慢慢地就能感受到你的孩子 你的家庭 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最为核心 最重要 也是最真实的原始点 那么这套课程 一共有51节课 非常的饱满 会非常的具体地 教你怎么去滋养孩子 去慢慢地 把孩子生命当中 很多的封印帮他给解开 慢慢地把孩子 从这个抑郁的情绪的世界里边 一点一滴地给带出来 让他走向光明 走向阳光 我们很多人以为 我有了房子 我就会快乐幸福 我有了车子 我就会快乐幸福 我有了钱 我就会快乐幸福 但我想说 再大的房子 70%的面积没有用 再好的车 50%的速度也没用 但是你如果能够孕育出 一个健全人格的孩子 胜过家财万块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家庭会员的两套课程 目前来说 第一套是我们的亲密关系 那么第二套是我们的育儿课程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准导师班的会员课程了 那么目前在我们的准导师班的会员课程里边 首先和大家见面的就是我们的高情商的沟通课 因为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开悟的第一步 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其实最重要的只是围绕着两个字 叫做关系 你看我们和伴侣和孩子吵架 为什么吵架 不就是关系没有处理好吗 你们不要小看这些关系 你要处理好这些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到心理学里边的沟通 每个人都会说话 会沟通的真的不多 沟通是一个目的还是一个手段 沟通是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吗 沟通只是倾诉 只是表达 只是强调 只是讨好吗 或者沟通只是因为你情商高吗 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都会认为 沟通是为了去改变对方 舒服对方 改造对方 这些都太片面了 沟通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 是为了拿到成果 所以这套课也是很多同学的一个需求 帮助大家去真正的 拿到沟通当中的成果 我们一共做了27节课 现在已经全部更新完毕 其中有最为核心的 人的六大本质需求 和最重要的21个潜在需求 你学沟通 无论你在职场 或者是你对孩子 你对你的爱人 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知道对方的需求在哪 需求在哪里 沟通就在哪里 当你了解了这些 你就很清晰地知道 对方所有行为背后的潜在需求了 我跟大家说 沟通它是需要一种策略和技术的 很多的技术在沟通里面 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提问 没想到吧 沟通当中最重要的是提问 这个提问不是那种追问质问 不是那种找答案 在心理学里面最厉害的问叫什么 叫做问在答中 答在问处 你比方说 一个孩子说他不想活了 想死 想离开这世界 你作为家长 你要沟通 你怎么去跟他聊啊 首先你要打开通路 你说妈妈听你这么说 我心里面非常的心疼 一个如花似意的年龄想消失 那我的女儿一定是经历了很多事 是妈妈不知道的 那我从这一刻开始 我要学会反省 我觉得我不了解你 你内心世界当中的想法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你能跟妈妈说说吗 这个叫做建立通路 这就是心理学的一种策略 你一边提问 你要一边分享自己 把对方的道路给打开 而不是你马上跟他灌输你的价值观 你什么叫活着没意 我把你养大容易吗 你可以当老板呢 你看你说这些没办法 你在对抗 这不叫沟通 你是把一堆的观点 扔给对方而已 完了以后你可以接着问 孩子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这种高光时刻呀 就是你觉得特别有意义 当时你都做了一些什么 你还记得吗 你看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问在答中 答在问处 或者你可以这么问他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 我就很好奇 是什么把我的孩子 搞得这么狼狈呀 你看 你不需要给他答案 你只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他 对方就会进入思考 你比方说在职场 你的员工告诉你 他说公司所有人都针对他 我跟你们说 很多的老板他就会这么聊 他说怎么可能 这公司所有人都针对你一个人呢 那可能这个员工 他就会一遍一遍的 真的我不骗你 所有人都在针对我 你看 这种沟通老板和员工 已经进入了一个对抗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真正的高手 他会这么来问 他说你看 在公司所有人都针对你 那你在这儿 得多难熬啊 你别说是你 你换成是我 我都熬不住 那你能跟我说一说 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吗 那你想一想 你的员工听到你这么一句话 他是什么感受啊 对不对 首先这员工知道 这老板懂我 这个时候他才会问你 你的孩子才会问你 我该怎么办 他才会回归到问题的核心上 所以你们看很多的时候 我们和对方进入的 不是沟通状态 不是咨询 不是合作 而是对抗 所以这个是问 第二个叫做听 你要听语言背后的需求 听对方需求背后的期待 听期待背后的情绪 听情绪背后的渴望 听渴望背后的种种的 这种防御机制 你别看就二十七节课 我跟大家说 这二十七节课 已经把很多本书 及百本书 上千本书的内容的精华 全部呈现出来了 那么第三个叫做区分 这个在沟通的技术含量里面 是最深的 你比方说孩子跑过来跟你说 他说我特别讨厌 学校的数学老师 我觉得你不去学校了 很多时候家长会给他 一大堆的观点 你不能讨厌 数学很重要 不然你怎么去高考 我跟你说 你这么说他听不进去 如果是我的话 我说孩子 你是不喜欢数学这些专业 还是不喜欢这数学老师 这个叫区分 那你会说 在这个学习领域里边 对吧 我们学习 我们数学 我们是放弃了呢 还是说如果是老师的问题 我们再去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修正呢 这个叫区分 你再比如说 你觉得你一释放爱 对吧 对方就会攻击你 那你要做区分呢 你释放的这个爱 到底是你的需求 还是对方的需求啊 那还有的同学说 宋敏老师 我的妈妈每天都痛苦的要死 每天都偏执 那这点你也要跟她做区分 你要跟她封清课题啊 哪些是你父母的事 哪些是你自己的事 哪些是老天的事 你不能混为一谈啊 混为一谈叫连体人啊 你看很多人 在原神家庭里面 就是这样的 什么都背负到自己身上 这叫共生绞杀 那还有一个叫做回应 我们把它叫做镜像 为什么说 你眼中的别人 就是真实的自己呢 我们需要很多面镜子 来看到自己 对方也一样 你看有的人特别的偏执 有的人特别的自恋 有的人特别的自我 马上你要给他一个回应 这个回应就是 给他一个镜子 让他去照到自己 你看到你的自恋没 你看到你的偏执没 这个同样是在沟通当中 非常重要的 你别看就这四个技术啊 这四个技术 真的就是心理咨询的 核心中的核心啊 现在很多的人 就是有意愿 有心态 但是没技术 一张嘴就是 哎呀我爱你 哎呀我呵护你 我的命运都可以给你 我会陪你一辈子 这些东西 你不觉得太空了吗 是不是 沟通的技术 一定要打开通路 再跑出内容 学会去表达自己 很多人一表达爱 表达的就是攻击 就是指责抱怨贬损 表达重不重要 我跟大家说 多表达数据 少表达人品 你不要一张嘴说 这人不行 你这表达的是人品啊 但你如果说 你看我们这次搞活动啊 五天的时间 你看你四次都迟到了 这是数据 你不要一张嘴就是 你就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 别这么说 你说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孩子马上要考试了 你一共就在家 吃了五次饭 而且有三次回来 你都已经喝多了 同学们 你们告诉我 表达重不重要 可以表达情绪 但是不要有情绪的表达 你跟他说 我很委屈 我很无力 我很愤怒 但你不要去摔东西 不要去砸东西 多表达需求 少表达抱怨 有的妈妈一接电话 你不知道今天孩子生日啊 你的工作那么了不起啊 你换一种表达 对方不知道你需要什么 你可以这么说 你说老公我知道 你公司的人很需要你 但是我也扛不住了 我和孩子也需要你 你看如果你听到这段话 你觉得表达重不重要 期待不如要求啊 多表达一些客观的真相 少表达主观的演义 多表达感知 少表达认知 多表达观察 少表达观点 所以我刚刚说 会说话 都代表会表达 有的人一张嘴 整个门全部堵死 所以大家记住 情绪里边不谈对错 但很多人就是在情绪里边 跟你掰扯 你看到一个三岁的孩子 已经在那哭得要命 你还在骂他 你还在教育他 我跟你说 一点效果都没有 真正的沟通是什么 焦点放在成果上 行为放在创造上 我在成果上 我可以示弱 我可以道歉 就是这件事我能做 这件事是有效的 我的这个行为 哪怕不是我喜欢的 我也会做 因为它有效 是不是这样 高手都是把价值感 给别人 自己拿成果走 而不会沟通的人 嘴皮子上 争了一输赢 结果两手空空 所以大部分人的沟通是什么 焦点放在情绪上 行为放在对错上 就老是掉到情绪里边 你要知道 有两种行为 一个叫有效行为 一个叫做合理行为 大部分都是在追求合理 都是在争输赢 争对错 但是你却忽略了效果 所以我跟大家说 沟通的效果 是由谁决定的 是由听者决定的 沟通的品质 沟通的状态 由讲者决定 听者的回应 决定了沟通的效果 回应的品质 决定了关系的营养 所以大家记住 好好学一学 沟通课 已经是咱们的 这么一个王牌课程了 一共27节课 好不好 你们就把这27节课 多看 背下来 很多沟通的方法 包括一些话术 一些语言的模型 我都放里边了 记住 没有不爱的家庭 只有不会的沟通 人呢 活得真诚一点 没啥不好 真诚无敌 在真诚面前 所有的技巧 都是一场空洞的表演 我记得我以前说过 我也不太喜欢 用粉丝这个词 我更喜欢 就是用伙伴这个词 我做心理咨询 这么多年 其实我每一次 做完心理咨询 我觉得最大成长的 那个人是我 而不是来访者 其实在很多个 做个案的过程当中 我去听到 来访者过去描述他的孩子 描述他家庭的事件 我也在共情他 我在想 如果我是他的话 说实话 我都不一定 能够做到 有他那么卓越 有他那么坚强 有他那么的有能量 所以说实话 很多时候 我是在向伙伴们去学习 所以我特别感谢 在过去2024年这一年 大家的陪伴我们的频道 如果离开了 各位会员的这种价值和帮助 其实我们是做不下去 这个频道 那我也想 在未来 我们可不可以让 这个心理学的这种YouTube 这个刻苦含装 20年的这种知识分子 能不能在YouTube 也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并不是一些 长得好看的 搞笑的才有一席之地 我也想让心理学 能有这么一个影响力 对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 有一个帮助 对每一个家庭 有一个负能 我们在未来的一年 在这个心理学的世界里边 我非常希望 能够多给予大家一点点 哪怕是一丢丢的 这么一个负能 那么这也是我们这个频道 存在的价值 而不是说我做这个频道 我要做到多少多少万的粉丝 这个东西是不成立的 因为这个东西很有可能 它会变成本末倒置 所以大家在我的心里边 你们是我的伙伴 也是我的老师 所以你看很多人都在说 今年经济也不好 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但是我有一个断言 接下来的一年 将会是我们非常好的一年 在这也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导师班的课程 也会在明年上线 和大家见面 来帮助每一位心理学的小白 把你变成心理学的导师 成为行者 整合资源 成为导师 影响世界 没有不好的世界 只有不好的心态 只要你的内在饱满了 无缺了生活 它就奈何不了你 如果说生活 它在折磨你 在收拾你 你也不要对它客气 你自己好了 周围人就好了 每一个家庭就好了 我们的内在就富足了 心中无缺为父 所以在未来 每天都在听我们频道的同学们 咱们一起携手 我们去兑现我们的承诺 一起加油 一起成长 一起扩张 好不好 一起去帮助别人 一起去体验我们的人生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这么一个点 这也就是心理学的霸气 因为心理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这种智慧 去拥抱未来的不确定性 去绽放我们自己的生命 虽然马上我们要结束 但我相信它不是一个结束 而一定是一个开始 我也相信千万次的灌输 不如一次的唤醒 一定有一个点能够唤醒 那就是真正的心理健康 感谢各位亲爱的同学 期待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会员的大家庭 再次感谢大家 我也相信我们一定有缘分 会再次相见